丰心女士 事实上国民党宣布由李梅珍出征之前 舆论还是在猜测 国民党会推的人选应该是他们的党籍名代吴一丁 那为什么最后是由李梅珍出现呢 我觉得其实原本考虑的吴一丁 也并不是不能够好好的去扶持他 一方面吴一丁的父母反对的声势实在是太大了 二方面国民党其实仔细的去评估过之后 因为吴一丁刚刚担任政务的工作 其实没有太久的时间 他对政治上面实在太不熟悉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转向 那么朝向的是以对于至少高雄市政 必须要熟悉到一定程度的高雄市议员 其实任何一位高雄市议员 我必须要说都不具有全台湾的知名度 都不太可能知名度太高 而且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先天性的一个弱点 那就是高雄市的地域范围非常的大 而每一个地方所选出来的市议员 他如果要做好当地的服务工作的话 他的足迹或者他的服务的能量 是很难扩及到他的选区以外的 所以李梅珍在他自己的选区 是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但问题是离开了他的那个选区 高雄市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选区之后 那么扩及到其他的地方 他在想要具有知名度 或者他想要补强对当地的熟悉程度 困难度当然就比较高 但无论如何 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三届的市议员 然后年轻才41岁 那么年轻的形象也还不错 那么整个的这个论理论据 在过去他不管是咨询城局 或者是在协助韩国瑜熟悉市政上面 其实他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因此从熟悉市政年轻 然后肯打拼这几个角度 就让李梅珍出现了